你好 新行电线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要说现在的情况如何 其实先来说说今天的天气 下午的时候呢 我明显的感觉到了是降温了 会觉得下午这样穿两件薄一点的衣服都会很冷 可是你看看现场歌迷们的热情 很多人可能还是穿了短袖来参加今天这个演唱会 但是人的确实还是那么的多 而且呢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啊 其实看到的只是一小部分的歌迷 更多的人呢 在下午的时候已经提前可以进场了 因为他们买的是这个欢唱串 是谁先到了就可以离张亮颖更近一些 所以不少人呢也是特别早就来到了这个现场啊 那这一次张亮颖的I Love This City 2009的演唱会呢 是引起了各方的关注 其实张亮颖出道之后呢 在2007年的时候就在四川城体育馆呢 举行过一次演唱会 但那个时候呢 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当中 是馆内的演唱会 其实呢也没有今天这样特别 对他来说呢 今天也是第一次挑战这样开阔 是互动型的演唱会 而且呢再一次回到自己的家乡体育演唱会 其实呢除了是张亮颖的推链和成长之外 对于成都人来说 有了这样的一个明星品牌 也是更多的有了爱成都的理由 其实之前我们采访的一些人 他们就表示说 张亮颖呢也现在成了成都的一个标志了 而且呢 比如说我们成都电视台的屏幕亮起来 也是以张亮颖来作为这个形象代言人 在512地震发生之后呢 张亮颖也是积极地投身到了这个相关的工作当中 帮助成都来代言告诉大家我们成都依然美丽 很多人通过张颖的那张招贴画感受到了成都的坚强和坚持 那今天呢应该说现场来的歌迷朋友们 他们的年龄的年龄段也是非常的丰富 您看啊 在我前面的方向就有这个叔叔阿姨 那叔叔的头发基本上都是全白了的 可以想见他的年纪啊 而且呢 又有一些像是小歌迷 来看看草地上的这个会舞着荧光棒的小朋友 恐怕是我今天看到的最小的一个歌迷了 那可以看到这个年龄的组成段呢 也是非常的丰富的 在今天的演唱会当中呢 他大概会点唱30首左右的歌曲 其中包括让我们认识他呢 像是在超级比赛当中唱过的 Lov'ing You 热情的沙漠 也有一些新的歌啊 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歌曲来感受他不同的张亮颖 当然呢像是海豚音一定要唱的 因为他是曾经被称之为海豚公主 那今天呢 在这个现场可以听到像是华欣啊 这些歌曲可以感受他的海豚音 应该说呢 我们刚才说了很多都是和张亮颖有关的介绍 其实呢 在张亮颖的成长过程当中啊 歌迷们真的是起到了很大的一个作用 我记得刚刚 他参加这个比赛的时候 参加超级比赛的时候 那时候他的歌迷和粉丝们叫做凉粉 很多人呢 在街上衣物的为他拉票 我去采访的时候也曾经碰到过非常贴心的凉粉 那个时候就说啊 你可不可以为亮颖这个发短信 那时候还是短信投票的时候 可以想见的 这一路陪他们走过来的这个歌迷们 他们也是非常的辛苦 那对于亮颖的这一次蜕变 他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我的这个同事们在今天下午的时候 就拍摄到了很多歌迷的画面 各位观众现在是下午的三点四十 我现在是在宝丽公园的门口 虽然去晚上的七点半的张亮颖的个人演唱会 还有四个小时的时间 但现在大家可以看到这里的人气呢 已经是非常的忘了 有很多的歌迷已经早早的来到这里排队 在宝丽公园门口 各个歌迷团体已经摆下了正式 将公园门口的空地占据得满满当当 除了成都的歌迷外 还有来自外地的亮粉团 我们在宝丽公园门口 这次我们在宝丽公园上来大家 对叫这些都是我们的铁鱼跟两个粉丝 今天晚上在宝丽公园门口 我们大概一点过就到了 她这是练习的舞蹈 二十 二十 還可以 我們不是會做储方 假什麼老人 只有方位 只要方位而已 啊 關一會了嘛 不光是家人還是生活 扩上去 我自己去 剩下去 我一直常常這樣 這都是為了 我簡直是不農 是 十八獎是親人的家人 不过来这里的也不完全是因为喜欢张亮颖来的 当然他们就显得更理智更务实 此时保利公园门口的鼠农大道的交通也已经实行了管制 进城方向全部封闭 出城方向双向行驶 交通管制将一直持续到演唱会结束 据了解目前还有部分198元的门票 说不定运气好的市民在演唱会开始以后也能买到 刚刚我们通过这个短片的了解了一些和歌迷有关的情况 也知道了现在在我周边的这个手路上 其实是在实行交通的管制的 然后我身后的这个红色的小红色呢 现在呢就是这个作为会指定的一些售票处 刚才我也听到这个喇叭在说啊 只有少量的存票了 而且都是198元这个官场区的票了 到时候大家可能只站在头上来看 应该说呢售票的情况是非常的不错的 其实呢张亮颖的这次演唱会的名字呢 就是非常好 I love the city 刚才之前我也采访过很多这个歌迷 他们就说爱了张亮颖其实也是在爱之一 而他的这家演唱会翻译过来的就是 我爱这座城的意思 这期间呢有很多这个密切的关系 而且呢在下午的时候 我们也是走进了演唱会的现场 刚才说到了 这一次的演唱会呢 演唱会呢是张亮颖以这个户外的一个形式在进行的 而这样的演唱会在成都呢是不太容易见到的 所以我们也想了解一下 这样空抗的场所当中是怎么样来进行演唱会的表演 那又需要什么样的硬件收拾来支撑这样的演唱会呢 那咱们一起通过下面的这个短片去看一看演唱会的现场 现在是下午的四点钟 我们来到了位于保丽198的张亮颖演唱会的现场 那现在呢离演唱会开始呢 还有最后的几个小时 我们来看一看啊 现在在我身后所在的这个区域呢叫做欢唱区 后面呢有蓝板围起来的呢是VIP区 听到了吗 咱们的音响和老师呢在做最后的一个调试 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以黑色为主色的酷酷的舞台呢 就是今晚张亮颖要为我们献歌的这个舞台了 现在大家看到正在进行最后彩排的呢 也是今天晚上将会担任鼓手的工作人员 其实呢之前我们也很担心啊 像在这样露天的环境当中进行演唱会的话 会不会音响效果不太好 那在昨天声音之后呢张亮颖就表示说 这里的效果呢非常的好 而且呢音响都是法国的一个高级的音响设备 在开阔的地方演唱的是非常适合的 现在我们在镜头当中看到的这位女士呢 其实呢也是这一次张亮颖演唱会的总长演唱书仪 她说她现在很忙啊不太方便接着我们采访 不过之前我问了她 她说呢现在准备的工作呢一切都就绪 那我也问了她在今晚究竟这演唱会到底有没有嘉宾呢 现在只有倒数几个小时计时的能不能透露 还是为了保持一丝丝密感呢 也希望大家能把这个秘密保持到最后 那在演唱会的现场我们一起来看看 舞台上的LED和这个大屏啊都在做最后的调试 来看看我脚下的这个有点像火车轨道的东西 大家可以注意到啊 这个外面的是没有做任何的包裹的 大家可能会想 那这个铁的落在外面是什么意思 那其实啊是一个长大概20米左右的滑轨 看到吗在镜头有一个像花车一样的 现在由银色和黑色组成的这个彩车 到了晚上的时候呢 张亮颖就会在开始的时候 对这辆彩车滑到这个滑轨的镜头 然后再滑回靠近舞台的方向 最终走上亮丽的舞台 要想让伤万人在这么空旷的场地 看清楚这场演唱会呢 也是非常重要的 你看在舞台的正中间的是一个偌大的显示屏 但是要让后排的观众再看得清楚一点 主办方想了这样的办法 在舞台的左右两边的各有一个大的投影幕 现在呢因为工作人员还在准备的原因 实在是没有放下来 大家可以看到是一个空的方块啊 可以看到后面清脆的山色 不过在晚上的时候 它将映射出的是光芒四射的张亮颖 而今晚的灯光也将会是非常美妙的组合 现在大家看到啊 用LED的显示屏呢 已经是在舞台的两边听出了 Janny也是张亮颖的这个英文名 晚上呢也一直期待万人可以大和尚的张亮颖 希望在这样 看了灯光之下能够有更好的效果 其实呢在我们的镜头当中 这样看起来会感觉飞翔那么明显啊 因为这里呢是一个小山坡 在晚上的时候呢 将会有更多人站在欢唱区 在山坡上在草地上站着 来和张亮颖一起欢唱 好的观众朋友 通过刚刚的这个短片呢 您跟随我一起呢 是走进了还没有开始的演唱会的现场 刚才咱们了解了很多硬件的设施 说实话可能您跟我一样 不过瘾 期盼着夜色赶快降临 希望着那一刻帷幕拉开 灯光闪烁 我们看到张亮颖的样子 之前可能很多人通过媒体 都在关注这场演唱会 也知道张亮颖在这次演唱会当中要变造型了 而且还要大跳爵士舞 要变成动感的海童公主 我们都想感受到她的蜕变 那现在呢 离演唱会开始 还有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待会呢我们也会 尽可能的到这个演唱会的现场去 为您捕捉到第一首的资料和画面 也希望大家一直留意 我们成都电视台第五频道的直播节目 那现在我们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就是这样了 主持人 好 谢谢过一 对于他们说的 这个想捕捉到第一首的影像资料 我们真的是非常期待 而且从中间这个短片当中 大家可以看到歌迷们 有多么幸福 自己的精神 有了一点